今天又有一条又有一个民主鱼了 大家注意我们台湾的民主鱼越来越多 我们出了有民主凤梨 民主世家民主石斑之外 登登登登来啊 民主主甲鱼正式登场 因为今天呢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大陆又宣布台湾的主甲鱼 是某一家工厂的主甲鱼 包装验出也是新冠病毒 所以要暂停接受 东河食品的产品一周 再次强调这是一家一周 跟上次的白带鱼一样 很多人看到了就以为跟石斑鱼一样 是全部都禁 长期禁 就是没有讲什么时候解 但是这个不是 这跟白带鱼一样 只有一家禁一周 然后你看网友怎么说 党说是中国需要台湾 这是待会的 所以你看看 这个民主鱼又多了一个 现在还有民主竹家鱼 我们现在有民主白带鱼 民主竹家鱼 还有民主石斑鱼 那这个东西我想把它跟立陶宛一起来谈 因为立陶宛跟我们一样有民主价值 上次我们喝了好多民主莱姆酒 有没有 那这次立陶宛团来了 他们要卖鱼给我们 他们要卖很多东西给我们 我还想把石斑卖给他 对不对 我们上次喝了这么多民主莱姆酒 说实话台湾过去不太喝莱姆酒 硬是喝了很多 当时还有很多莱姆酒料理 我们这次是不是也教他们如何清征 整条石斑 端上去给他们看看 这个石斑呢 这个全联要买500吨 要买500吨 这个如果内销市场的固定 他认为 郭正亮认为会排挤到其他的店家 因为现在台湾的一些方式 主要什么内销啊 外销啊 加工品啊 三支箭 那鱼业鼠这个石斑的内销目标是1600公顿 全联认购了一年500公顿的石斑鱼 超越了去年的五倍 占内销目标的三分之一 但不知道能不能够全部卖出 只能说这个全联很有佛心 他要做成一些礼盒 我今天看到做成一些什么方便包啊 等等之类的 但因为我真的要跟大家讲 大家都同意嘛 石斑跟凤梨不一样 凤梨一颗70块80块 就是买一颗也要吃蛮久的 因为它的糖分也很高 但石斑很贵 我就问你 你一年吃几次石斑 有到五次吗 不见得对不对 有到十次吗 应该没有 一个月一次应该都没有 大部分都是在喜宴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朋友请客 请那种中餐大圆桌的 那种人多的时候 才会上一条石斑 一般在家里面 几乎不太可能会吃到石斑 所以全联这样做 当然它是冷冻的 而且它也不是新鲜的冷冻的 这种东西 你觉得 介大使 你觉得这个量会大吗 我们台湾也许 今天孩子回来加菜 你会去都买点白带鱼 或是买点这个 什么什么来煮 你会去买一条石斑 应该不太会 那它会不会排挤到其他的店家 因为台湾卖石斑的 大概就是那些店 郭正亮有上网查出来 所以现在全联一下子 500吨之后 它的包装是比较小的 会不会排挤到其他店家 换句话说 它可能在石斑的营业项目中上去了 其他会下来 算来算去还是一样的量 对 一定的 不但而是它一次买的量大了 它可能会成本会比较低一点 当然就看它这个行销的这个手法如何 你只要价钱合理的话 或者说你有价钱也就会的话 我觉得倒是可以 对于全联这个做法 我倒是很肯定 台湾的本来这些厂家 就应该照顾自己的农民 所以如果 当然了 我觉得这个石斑 这个渔民是无辜的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其实我觉得去捧个场 这是很好 那我不知道近平 汉庭 可能接下来中后节 都会收到很多很多石斑礼盒 是不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吧 没有收过石斑礼盒 因为那个要很新鲜 而且石斑 因为它现在都做冷冻啊 但是石斑鱼的鱼吃也很多 一般很少来来做送礼的 除非你去吃板斗 或者是去我们餐 那个一般餐厅 我们去跑那个跑突然宴会 会有那种石斑鱼 你应该吃的比较多一点 我是有比较有机会吃这个 吃得到 但我不喜欢吃鱼 所以我觉得很少吃那个 你不喜欢吃鱼 对 那好不好猪家鱼呢 现在又来一个民主鱼 所以猪家鱼又是另外一个 那个农场危机 陈局中不是说我们的 这个生产管理安全品质 都是台湾No.1吗 既然是No.1的话 怎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这个状况 学者专家也都有质疑吗 所以我觉得 当然啦 现在是可能是对岸需要我们 可是我们却 常常我们的农产品出包 那还好每次都是由我们内需 不管是国军官兵 国军部队 然后还有很多学校 再加上企业 民间区要一起买 共襄盛举 买起来 用新来币把它下架 把它这个去补助 要不然就是农委会 要边向市议员 去救石斑鱼 这样的一个产业 要不然就要指望 像刚刚我们在讲的 真的能够那些友好的国家 立陶宛 日本 多买起来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人家还想卖给你了 他们也养鱼 我们的饮食习惯不太相同 欧美国家不见得会喜欢吃这种 很多鱼吃的石斑鱼 连日本都不见得会真的 那么完完全全的跑 而且石斑鱼它的单价贵 它不是那种很便宜的鱼种 竹甲鱼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以石斑鱼对日本来讲 或是对欧美国家 你要去 外销也要卖到对的国家 和对方你认为有市场的国家 对 没有错 那时候蔡英文就讲 在他脸书上说要销到欧美 渔民就出来吐槽 欧美人根本卖不进去 汉廷你怎么看 我主要在讲 石斑鱼 白带鱼 现在又来个竹甲鱼 那白带鱼跟竹甲鱼 都是验出新冠病毒 大陆现在还是采取 这个清零的措施 这个会不会接下来又 民主鱼越来越多 然后台湾所有鱼都被民主了 会不会这样 通通都是民主 满满的民主价值 不过我要再次强调 这个部分就是一家 只有一周而已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 全面的禁止的一个状态 大家要知道 但是当然了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农文又跳起来 就先骂再说 管他三七二十一先骂再说 这个骂会帮到我们的渔民吗 会帮到我们的渔民吗 那你怎么看 一下子三个品项 三种鱼都变成民主鱼 一个石斑蛋是因为 它有戒牌的问题 挂单跟戒牌的问题 本来就存在 就不论它到底 有没有验出一些不良的毒物 第二个是现在其他的竹甲鱼 还有另外这是短暂只进一周的 也只是针对特定的厂商 而且只限一周 所以显然的民进党 如果要立刻讲说 这叫做所谓的全方面的打压 那也是与事实不符 如果真的要打压的话 就全部都进了 或者所有的农浴产品都进了 干嘛就挑一个所谓的竹甲鱼 来进个一周呢 真的要打压或者是要教训民进党 会只用这种小手段吗 当然也不会 而且现在台湾新冠这么严重 那有的时候残留一点新冠病毒 在物体的表面上 这其实也是符合科学一般 可以认知上理解的客观事实存在 所以如果民进党真的是在乎农云民 或者真的在乎老百姓的话 一听到这个消息 应该要马上看说 哎呀糟糕了 是不是哪一个还有阳性的人 四处啪啪走 他为什么可以咳嗽 或者他怎么呼吸过程 会把病毒残留在这个物体表面上 那没有啊 结果民进党从来不关心这个 他是在那个包装上 其实相对是简单 他不是在鱼体上 对不是在鱼体上 他在包装上 所以你就是把这个清销做完成就好 之前那个白带那家有没有 白带雨那家 因为他在基隆 他听到消息之后 就忙不迭的 赶快去做这个场内的大清销 去检查每一个环节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其实这种在这个物体表面上 如果发现有新冠病毒的话 哎靠什么 用水神其实就可以完成 用水神就可以把东西都解决了 对对对对 CTI588这个水神埋起来 所以表面 就是物体表面上 或者我们的皮肤表面上 有残存这些病毒的话 那杀菌消毒一般的这些东西 或者酒精喷一喷 基本上都可以把它给解决掉 所以大陆说这种事情 就是要进就进个一周 就是要这些厂商 好赶快的把这些解决 但民进党从来没有想到 根本去解决 不论他是从运输包装 或者冷链 或者其他每一个环节 所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 反正就是民主两个字冠上去 反正就逼着老百姓吞 那你说真的要吞吗 我告诉大家 我本人尽管是不吃鱼 但是就算是其他我爱吃的东西 这些东西我还是不会吞的 为啥呢 因为这些产业本来就是 长期以来靠着两岸关系良好 所以才能够消往大陆 那么它的品质是否真的能够好到 能够去进军国际 或所谓的世界杯呢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如果民进党没有办法 根本的改善这些品质 以及它的技术 或者它的优良农作物 而只是冠上爱台湾或民主 就要大家吃下去 先不论它有毒或没有毒 但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说 如果本来就没有好吃到哪里去的话 那我为什么要特地为了 爱台湾这几个字而吃下去呢 诶诶诶诶 诶诶诶 诶诶诶诶 诶诶诶诶诶 大家都从鼻孔发出一声冷笑呢 然后这个台大园艺系的退休副教授 立刻吐槽 如果这么好 为什么外销老是验出问题 还不止中国大陆验出问题呀 记不记得 东南亚好多都有 那就像这次石斑鱼 撇开是否用要借单的问题 这个借单是事实嘛 拿别人的鱼来凑数 难保外销不会出问题 那就是有问题呀 给大家看一下 凤梨外销 新加坡 日本 都传出黑心的问题 到此刻都还有 荔枝外销纽西兰也被验出 有重体的禁 因此不准输入 然后黄伟翰又接到 日本网友的反应说 东京有家卖场 卖台湾的凤梨 在上面还特别标注 说这个台湾凤梨 现在因为季节问题等等 可能会有黑心 如果买到的话 可以拿来退货 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 黑心是当初被禁的时候 有没有 对不对 凤梨当初被禁的时候 卖到东南亚 很快就发现了黑心 到现在已经多久了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 那你想想看 你标在旁边 消费者还会去买吗 它有菲律宾凤梨 有台湾凤梨 在台湾凤梨上面 写了一个标签 有黑心可以拿来退货 那对于台湾的形象呢 虽然这个卖场不得已 卖场可能是接到一些任务 我必须要卖 但是消费者反应很多 我不堪其扰 我干脆立一个标示牌 那对于日本人来讲 一看就觉得 台湾的凤梨品质不好 不是 就是既定印象 要是我就不会去买 那像这个全联的石板 也是网友说 全联会先送检验吗 全联很大 应该很在乎品质吧 假设 有一些比较仔细 或是有管道的消费者说 大陆的石板验出禁药 我在全联买的会有没有 我跟你讲 你只要验出 一个两个有禁药 这批大概就不用卖了 真的 台湾民众超在意这个问题 先用银针戳一下 最好是 哎呦 垄断了 孔雀石绿 我OK 你先吃 小鹰的正机加一 所以介大使呢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就是产品的本身的品质问题 品质问题呢 有新冠 你就去消毒新冠 就像厂商的做法 是正确的做法 那有介丹的问题去解决 虽然很困难 有孔雀石绿的 你就去验 没有拿出科学报告 就他第一时间 也没有拿出科学报告 但是从三家变十一家 大家本来是一个疑问 听到十一家 突然冒出十一个疑问 虽然过了几天 说十一家都是合格 但是你报告 第一时间没有拿出来 那后来他说 我可以拿出来 但已经过了很多天 大家心里面疑问更多了 所以他完全不去回答 这些问题 比方说你怎么样帮这些 渔民倾向 他的包装而已 不是太难 不是鱼体本身嘛 但他去讲一些 我问一下大家 大家觉得是吹牛还是实话呢 来我们来投一下票 接大使 你怎么看待我们这个农委会主委 也是个战狼式的主委 这个就靠一张嘴啦 其实问题就出在他没有做好 他应该办好的角色 他没办好 最大的问题是他 他要负责品管安全管控嘛 这你不能丢给厂商嘛 你这个政府就是出来 出来做一个品质保证 做一个品管的一个工作嘛 那你讲了半天 我们前一阵都在讨论台湾还有一百多家 一两百家是无牌的这些养殖业 对 那你还有什么说品质安全管控呢 一千多家 根本是无牌的 那你农委会知道为什么不取缔呢 你是负责把关安全的 卫生的 你还好意思这样说 我一直都要重复一句话 叫做民进党已经执政六年了 这些问题是存在很久没有错 但是你上任就是标榜着 你比上一任前任马英九要好嘛 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解决啊 越来越严重啊 然后现在说五百吨 看起来好像很多 你知道我们去年要销大陆香港 加起来一共多少吨 多少 六千四百多吨 所以现在五百吨的话是十三分之一 另外还有十三分之二 原来可以销大陆的怎么办 那你说日本 那个有一个日本什么新闻社 驻台湾的记者 会讲中国话的 十般民夫 十般民夫 他说要吃台湾的民主十般 在那边吹大牛 你知道日本去年进口的 台湾多少十般 两公吨 一咪咪 就一咪咪而已 而且是过去五年 每年越吃越少 而且日本人还说 它里面有什么 我们的十般吃藻类 有一种毒 日本人很怕 那个我们还不懂 雪卡毒 对 雪卡毒 我们那天有讨论 你知道那个流量超高 对啊 因为呢 不说我们台湾人还不知道 原来十般还有这个问题 结果我们台湾业者说 我们的 我们的 十般鱼是养在我们鱼池里 没有藻类给它吃 就日本人就应该搞一个什么雪卡毒 那你那六年 只剩六年 你也不去说服一下日本 一年两顿 然后就让那个日本的 那个十般民夫出来 吹牛 什么吃台湾的民主鱼 你明年能够超过 卖过两顿的话 你再出来讲话 好 现在疫情持续紧绷 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我们 旺旺雪神的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大略有八平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 好 如果你会说你的空间比较小 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 80Mbps容量的雾化器 在哪里购买呢 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能够买得到 好 谢谢大家